金牌羽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膝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五眼保綱的專欄 正經年代 今期的標題是 世紀難題 從建制派的反差言論看香港經濟的困局 近來香港的經濟現狀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尤其是建制派人士的言論更是引發了熱烈討論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內 一些與政府密切相關的建制派人物 包括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葉劉淑儀 以及特首政策組的專家組成員雷鼎明等 紛紛發表了對香港經濟現狀的悲觀評價 這些現象引發了人們的心思 為何一向支持政府的建制派人物 會突然改變口風對香港經濟表現出憂慮和擔憂 首先看看近期的經濟數據 表現之差實在與政府和建制派不斷說香港猶志及興 造成極大反差 7月零售銷售數據按連跌11.8% 連跌5個月 還差過市場預期 按實際金額僅291億元計 更是疫情以來即是2022年9月單月新低 反映出在什麼城市經濟奧運效應下 根本沒有絲毫刺激作用 本地消費正在持續萎縮 同時財政年度頭4個月錄得財政赤字 1354億元 不僅超出了上年度全年赤字1,000億超過33% 更是今年預測綜合赤字480億的1.8倍 財政儲備更是跌穿了6,000億 倒退至14年前水平 按年少近兩成 遠低於一年政府開支所需 數據不說謊 在客觀經濟數據面前 我們需要了解香港經濟目前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香港的經濟長期以來依賴金融和地產業作為主要支柱 這兩個產業佔據了香港GDP近八成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變遷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轉向 這種結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自2020年起 中國政府加強了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 所謂防住不炒 習近平力圖控制房地產泡沫 推動經濟轉型 這個政策導致了內地房地產市場的降溫 也波及了香港的地產業 過去香港的地產發展和大陸市場緊密相連 內地房地產政策的變化直接影響了香港的經濟表現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建制派人士開始公開表達對香港經濟的擔憂 面對這樣的局勢 香港的建制派看似是陷入了某一種困惑 一方面他們口口聲聲強調要配合國家發展大局 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清楚理解這個大局的具體含意 甚至是中央說香港要改革 但是怎麼改他們都沒有頭緒 香港的建制派過去一貫主張依靠 地產和金融業來維持經濟增長 但是隨著內地政策的轉變 這個策略顯然不再適用 明顯北京一直都不喜歡地方政府過度依賴房地產發展 尤其是那種和房地產開發商緊密相連的模式 這就意味著香港的經濟模式極需轉型 而這種轉型不只是口號上的轉變 而是需要實質性的行動 但是問題在於香港應該怎麼轉型呢? 未來條路要怎麼走呢? 這些在目前並沒有清晰的答案 回看過去幾年 香港的樓市經歷了大幅波動 雷鼎明早在2019年就預測 如果香港人口要走二、三十萬人 那樓市才會出現重大調整 今天他這個神預言不幸成真 香港在過去幾年間流失了幾十萬人口 樓價應聲下跌了兩至三成 新樓盤的跌幅甚至達到四成 這一切都對香港的地產市場造成了深遠影響 削弱了他的經濟競爭力 然而這樣的變化是否真的增強了香港的競爭力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樓價的下跌雖然減輕了市民的負擔 但是也同時削弱了整體經濟活力 導致消費疲遠投資減少 過去香港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 依賴於內地資金的流入以及外來投資的增加 但是今天這個勢頭已經明顯放緩 這正是雷鼎名口中香港經濟轉型的世紀難題 未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應該何去何從呢? 前特首梁振英在近期的訪問中強調 香港不應該一腳踏兩船 而是需要在國家發展的大局下作出選擇 過去香港選擇了地產 但是未來能不能在這個框架之外 找到新的發展道路呢? 這一點到目前還沒有定論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 香港的經濟結構顯然需要進行深刻的變革 中央政府希望香港能夠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高科技產業和創新經濟 但是香港目前的經濟政策和現有的基礎設施 能不能支撐這個轉型呢? 就仍然是個問號 雷鼎明最近的語言 香港需要經歷十年的地獄式工作 實際上是反映了建制派對未來經濟形勢的悲觀預期 他認為香港的工資和物價水平 將會逐漸和大灣區其他地區看齊 這就意味著香港人將要面臨更大的壓力 必須付出更多努力 才能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 對於這個表態 顯然其實就講出了問題的核心 香港不論工資和物價都要逐步向內地看齊 到這個時候香港才會有機會恢復競爭力 香港的經濟正處於一個轉捏點 未來的道路充滿著不確定性 建制派人士的悲觀言論 反映出他們對現狀的無奈和對未來的憂慮 無論是地產業的衰退 還是經濟增長動力的不足 都表明香港需要尋找新的發展模式 擺脫過去對地產和金融業的過度依賴 面對這些挑戰 香港的政府官員似乎 並未能提出有效的政策應對 他們缺乏創新 仍然試圖依靠過去的經濟模式 儘管中央政府明確指出香港需要改變 但是具體的路徑又不清晰 這就令到香港政府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也反映出政府的無力感 他們只能依賴希望和寄望 而不是實際的行動和改革 香港人要自保 只能夠自求多福 都很難寄望政府可以帶頭找到出路了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志在指出相關制度 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所以